名词指句是否 我们英文有一个字英文叫if 或者是weather 它可以引导出名词指句 中文叫是否的意思 那样的道理啦 只要是名词指句 可以放在动词前面当主词 也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当授词 那它的考点只是在问你说 你懂不懂有一个字英文叫是否 你可以写if 你也可以写weather 后面就是直接加主词加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吧 No.1 Henry is wondering if he should do the job Henry他很想知道 是否他应该做那份工作 一样道理你可以写if 你也可以写weather 这是一样的用法 No.2 It's not sure if he can deal with the problem 他不确定是否他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样道理你可以写if 你也可以写weather 这是一样的答案 No.3 We don't know if we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game 我们不知道是否我们应该参加那个比赛 一样道理你可以写if 你也可以写weather 它都叫做是否的意思 No.4 Mary hasn't decided if she will go to the concert 玛丽他还没有决定是否他要去参加那场演唱会 一样的道理你可以写if 你也可以写weather 它中文都叫做是否的意思 也就代表无论你写if 或者是写weather 都叫做是否 可是英文有一些字的用法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我们来做一个改写 如果今天在不影响语意的情形底下 我再讲一次 如果今天在不影响语意的情形底下 前后主持相同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吐元V 可是句子要有助动词 我再讲一遍 只要今天不影响语意 而且它的句子里面 如果有助动词的话 你就可以把后面改成一个字英文 叫吐元V 可是你要小心哦 改成吐元V的时候 你就不能写if 你就只能写weather 这是它的改法 所以你看第一题 Henry is wondering 是否他应该要去做那份工作 你也可以写成一个字英文叫 weather to do the job ok你就不能写if了 第二题一样道理 他不确定是否 他能够处理那个问题 你也可以改成吐元V 你可以改成一个字英文叫 weath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你也可以写成第三题 我们不知道是否 你也可以改成吐元V 那你的答案称之为叫 weather to participate in 第四题给你 一样道理我把后面改成吐元V 那你就不能写if 你只能写叫weather to go to the concert 也就代表你从第一题写到第四题 我再讲一遍哦 if就会等于weather weather就会等于if 可是问题是在于 如果今天你改成吐元V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写weather 好了那我们来开挂一个题目吧 帮我写上去吧 所以说老师那我是不是一直都写weather就没事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我们只要搞清楚什么时候一定要用weather就好 有四种情形你一定要weather 我在讲一遍 有四种情形你只能够用weather 就让你第一个 如果后面加的是吐元V 如果今天后面是吐元V 你就只能写weather 没有为什么 如果句子里面有or或者是or not 句子里面只要有or或者是or not 你就也只能写weather 或者是如果weather当主词的时候 或者是放在介系词的正后方 一样这只是一个文法观念 你就帮我把它给稍微的熟记一下就ok了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